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宋 这就是街舞,无疑是当下最成功的竞技类的综艺节目 用过娱乐的方式把街舞文化传播开来 让我们认识街舞,认识街舞精神所在 更主要的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汪一博 汪一博街舞出身,走了演艺道路的舞者 重新回归街舞圈,凭借自身的影响 令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街舞的魅力所在 同样呢,我们因为他对待街舞的认知 街舞的专业度也重新认识了他 彼此成就,百花齐放 从舞蹈编排到技巧输出 从故事设计到表演层次 从艺术呈现到惊喜创作 王一博队长的专业点评,精准,犀利,质地有声 从街舞开播,王一博的专业就被一早认可了 初选过程当中,尊重原创 尊重舞者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专业 再到淘汰赛的时候 精准地对准了每一部作品的点评 对音乐的了解,舞蹈的编排 各种舞种的解读,舞者的动作 给予了细节上的评价 不仅给观众安利科普了街舞及街舞不同舞种的特色 而且把舞者想要表达的意境 很准确地表达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被舞者追捧的原因所在 王一博用自己对待街舞的认知跟专业 为我们呈现了一部街舞的百科全书 他对待街舞音乐的熟悉度跟意境的把控 对每一段舞蹈中融入的各种元素的巧合配合 针对舞者解锁的每个肢体动作的解读 为我们全面科普了街舞的元素 因为有了王一博的专业跟走心 让我们从街舞小白开起了初学小课堂 这个必须把王一博专业打在这就是街舞的公平之上 无论从创意设计控制力 王一博都可以精准地看到作品上的细节的处理 同样开始画廊模式 点评小作文停不下来让人肃然其境 是不是被王一博这般认真专业的点评给圈粉了呢 这个也是为什么王一博站队大神云集的所在 因为专业的他总能够给舞者足够的发挥空间 尊重每一位舞者让街舞的每个作品发光发彩 王一博初天街舞的舞台大秀并没有被舞者认可 可谓是低开高走的节奏 因为专业度的认可低调谦虚的态度 本着交朋友学习更多街舞技巧的原则 王一博很快地融入到了舞者中来 从跟队员的互动中可以看出来他的态度 跟着大家交流学习不同的街舞技巧 关心每个队员的状况 对待每段舞蹈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 完全地融入 如此的亲和力让他备受好评实在是太走心 才会让队员赞不绝口 在淘汰的每个队员的时候呢 都会表现出最真诚的一面 孟迪的离开他表达出了吃惊的一面 也换来了孟迪对他的无限感激之情 在李帅离开的时候他也会叮嘱他一定要注意膝盖 尽快地养伤 热爱的同时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队员的每次疲憊的时候 他也会在互动中拍拍肩膀 用无声胜有声的方式给予无限的关怀 如同队员们所说的 他是一个外表冷酷内心柔软的人 中外舞蹈的王一博在街舞中的他 是我们看到极致与精致的存在 如同战队口号一样 一波王炸 黑豹王一博战队 既待更燃更炸的舞台 一个属于2020夏天的炙热天空 前段时间王一博在录制 《这队街舞3》的时候不幸崴脚 没想到舞蹈结束以后 王一博的脚出现了骨头水肿 于是节目组就安排了医生 在训练室帮王一博包扎脚腕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但是他并不想要拖慢节目拍摄的进程 在脚还没有恢复完全好的情况之下 王一博还带伤恋舞 认真做着每个动作 从来都不含苦含泪 在舞蹈编排时候 王一博还不断的解锁新的高度难度的动作 就像是没有受伤一样 前不久滑板少年王一博上线 脚商养好之后 他还在社交平台晒滑板照 向粉丝报平安 这一举动真的太暖心 他知道粉丝自从他受伤以后 一直很关心他 为了不让粉丝过多的关心 他就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表示自己的脚已经养好了 终于可以继续玩滑板了 他来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滑板了 这段时间也是把他给憋坏了 一直看着滑板翻那里 但是也没有办法玩 看到王一博报平安以后 粉丝也纷纷祝福 还让王一博多注意身体 以后多多小心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不要受伤的情况再出现了 看着真的很心疼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滑板是真的多 每个滑板的涂鸦都很漂亮 果然裤盖时尚感还是非常可以的 看来下一个粉圈单体又出现了 王一博是真的很爱滑板 就像他很爱赛车一样 每个心血爱好他都会力求自优 他还经常社交平台上面 晒自己玩滑板的视频 几乎随手一翻就能够看得到了 而且之前在滑板日的当天 王一博还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视频 从坡上一跃而下 连续滑过两个台阶 整个人看起来又酷又帅的 就连背影看起来也十分迷人 难怪他是一大堆女生的理想型了 这优越的颜值 优越的滑板水平 让人不得不喜欢 抛弃滑板竞数不谈 王一博对滑板认知已经超过不少人 他能够准确的解析滑板风格 光是这一点已经超越了不少滑板小白了 一直以来他都十分努力在玩滑板 私底下付出了不少心血 才能够将滑板玩得出神入化 不少人看过他的视频 都被他的滑板水平惊讶到了 看着就好像是脚底有胶水一样 温暖的粘住了滑板 之前王一博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 极限青春 还因此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而且这节目的评分高达8.5 可以说口碑非常好 毕竟这档节目能让滑板闯进了大家视野 改变了大家对滑板的看法 王一博在这档节目不同炫技 自从这档节目播出以来 王一博也备受大家关注了 他用过的滑板还被秒杀完 不愧是娱乐圈带火王 插架完节目之后 他还坚持完滑板 走到哪都要带上 很多机场照都能看他手里经常拿着 然后还因此将自己性爱的小白包 变成了脏脏包 他对滑板的吹迷程度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小编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拼搏 坚持和努力的滑板精神 小编觉得滑板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 估计这辈子都很难戒掉 难怪他脚上恢复以后 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玩滑板了 王一博脚上恢复以后 还不忘发布动态告诉粉丝 看来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玩滑板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